這隻超大的啦 好肥喔 這隻又不像剛才那個 都鬆鬆的有沒有 這隻...超肥 夭壽 怎麼會在這邊的糧草尾 不... 看不像風邪溪度裡面的糧草尾 超像的 牠一定要跟我對眼嗎 牠一定要這樣 你看牠會這樣一直跟我對眼 大哥... 大哥... 這個這樣子的尺寸是正常的嗎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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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你的意思了 就是牠喝裡面喝個飽飽的 像這樣子不是牠吃人肥 而是牠喝了很多水 然後牠從屁股這邊在挖土的時候 如果遇到比較硬的土 牠就從屁股這邊把水排出去 排... 然後泥土碰到水會比較鬆軟 會比較好挖 牠再把它挖...挖開 然後就越鑽越裡面... 我以為是牠吃這麼肥 所以牠喝水喝得比較多啦 大哥不說我們還不知道 原來燉頭蛙是可以把自己的身體 膨脹好幾倍 所以也有氣球蛙的外號 只是讓我們更加好奇的是 這種太北人眼中最上等的蛙肉 吃起來又會是什麼滋味呢 正面看起來還好 你看他後面 怎麼烤成這樣子啊 這樣會不會太焦了 我買...我會不會 先把這個拿下來好不好 拿下來給你看 前路 你看牠的內臟 牠的內臟全部都在上面 是軟 這是軟啊 這個是很軟 你看牠說這個 黑黑的一顆一顆的是軟 可是牠這個看起來 有沒有很像牠的肝啊 心肝脾肺腎之類的 非常完整的 牠這樣看起來很像 魚子醬的魚子 我這樣形容會不會很高級 好不好 吃吃看 好吃嗎 好吃嗎 好吃 還不錯耶 它有一個焦香味 但不會燒抽 完全不會燒抽 吃起來像什麼 吃起來有點像是那個 我們烤的那個豬肝 粉肝 粉粉的 有一點刷刷的感覺 像粉肝的味道 好特別喔 但它這個 你確定這個不是腸子嗎 這是腸子啊 蠻好蠻 有 有啊 對 養蠻蠻蠻 有質感不質感 這看起來很像腸子喔 來… 你好吃嗎 你好吃 你好吃 來 可以的 你輸了 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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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了… 感覺 不客氣了 不怎麼樣 沒什麼特別的味道 它有那個… 它的那個醬料味 有一點點微微辣辣的感覺